有人说天才是因为被上帝摸过脑袋 如果按这个标准 牛顿的脑袋应该被摸出了包疆 牛顿的智商到底有多高 我不知道 不过在西方影响力排行榜中 牛顿排第二 因为排第一的是伯利恒的圣子 牛顿的脑残粉写实称颂他 自然的法则隐藏在幽微中 上帝说让牛顿去吧 于是一切都被照亮 牛顿到底有多牛 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1666年 伦敦鼠疫横行 作为英国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两个人之一 牛顿撒鸭子跑回了老家林肯郡 在老家农村被隔离的日子 牛顿钓鱼放牙先停信步 并且顺手完成了几个开天辟地的工作 开启了迄今为止 全世界学生的梦魇 他的成就包括 创立为积分 完成光的散射实验 以及外有引力的体系搭建 因为这三个体系是数学 光学和力学的大厦基础 所以这一年 被西方人称为人类的科学奇纪念 这一年牛顿23岁 1666年 我们正是抗西年间 伟小宝正排算着怎么以朗拜 怎么去和天地会的兄弟喝花酒 有人说牛顿这三个工作很牛吗 可以打个比方 如果牛顿的时代有诺贝尔奖 那么牛顿可以垄断三届物理学奖 一届化学奖 因为微积分的创立还需要发一次菲尔茨奖 至于牛顿三定里的力学体系 诺贝尔奖应该没资格给他办 欧洲人认为 正是因为牛顿的自然科学理论奠基 人类才可以摆脱上百万年的经验循环 从如毛雨血进入现代文明 可以说 牛顿几乎是凭一己之力 把人类从蒙昧时代 拽回到科学时代 牛顿被隔离一年 可以发现宇宙的奥秘 而有的人被隔离一年 只能发现牛仔裤的拉链不好拉 牛顿在英国几乎被捧为半身 而在欧洲 他的粉丝也从阿尔比斯山 爬到了波罗的海 拉格朗日 福尔泰 罗比达 等等 全部都是牛顿的铁粉 据说牛顿欧陆的粉丝 总是望着英纪利海峡口中喃喃自语 大神也吃饭吗 大神一天上几次厕所 到底是不是两个套路 牛顿在二三岁 几乎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理论创建 而剩下的那么多年 他会不会更厉害 并没有 牛顿二三岁之前的成就 已经强无古人厚无来者 可以躺平去嘲笑别人 而往后余生 牛顿的主要人生追求 就是去喷莱布尼茨 大家都知道牛顿智商报表 情商为零 走在西壤的人群中 牛顿看所有的人都是智障 脸上总是流露出一种 看傻帽般的嘲讽微笑 对一般人 牛顿根本不惜地理你 多看一眼都算你赢 更别说骂你 但他就是和莱布尼茨过不去 了解科学史的人都知道 牛顿和莱布尼茨不共戴田 1684年 莱布尼茨发表了微积分理论 1704年 牛顿也发表了微积分 但牛顿说我早就创立了 就是没发 这么小的理论我忘了 为了捧牛顿的脚丫子 英国皇家协会指控莱布尼茨 剽窃牛顿的微积分成果 在充满弱智的世界 遇到莱布尼茨 也让牛顿兴奋不已 没想到莱布尼茨 这小子脑子还可以 竟然也能创立微积分 还挺像那么回事 输客人审不可人 必须辟到辟臭 再踏一只脚 于是牛顿指责莱布尼茨 小偷无赖 道德低下论文作假 莱布尼茨也不是圣母 回骂牛顿 我可发表比你早 你这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牛顿 呵呵 你也陪让我抄 我上趟厕所的功夫 都能再发明一套微积分 你信不信 想公开骂不过瘾 于是牛顿换了马甲 给莱布尼茨写匿名信 偷偷骂 后来感觉只有他俩骂 还不过瘾 过于行得影子 于是他们一人 雇了一个水军公司 出钱让携手 在媒体上对着骂 反正这俩人骂架喷得口水 能让英吉利海峡的 海平面升高 那么 牛顿和莱布尼茨的 深仇大恨 真的仅仅是 因为微积分之争吗 我们下期再谈 我们下期再谈 给你打算